大家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密封财富药文,我是助理分析师Nancy 今天是2021年8月13日,今天的内容由我们助理分析师团队Nancy,Rubin以及Aero合作完成 下面我们看到今天的内容 1.市场快讯,2.行情扫描,3.每日一股 今天我们讲的是WorldWars Group,澳洲市值最大的零售商 今天的头条要问,西澳法院批准了理矿公司Galaxy和Oracle Pro40亿澳元的合并 这两家公司最初是在4月份提出这一举措,当时价格开始飙升 而目前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原材料需求更加光明 GXY股东将以每股GXY股票换取0.569股OIE股票 OIE股东最终将持有合并后实体54.2%的股权 而GXY公司股东将持有剩余45.8%的股权 育儿用品零售商Baby Bunting利润上涨,提高股息 在销售稳步增长的支持下,2021财年该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均有所上涨 公司的法定税后净利润增长了76%,达到1750万澳元 息税折旧贪销钱利润跃省29.2%至4350万澳元 股息为每股8.3澳分 房产信托基金Homecoin和PDG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Home Consultium和PDG Corporation签署了一份共识合约 合作开发战略性的保健和健康社区 其计划在最初专注于维多利亚州 然后扩展到澳大利亚的其他市场 我们下面看其他几条快讯 ASX收盘再创新高 受CSL和其他医疗保健类股票的强劲上涨推动 澳大利亚股票周五创下新高 能源公司AGL陷入困境 如果AGL股东不支持将公司分拆为绿色零售 和可再生能源公司 以及煤炭发电公司 他们将面临灾难 周四公布的全年财报 逊于市场预期 美妆零售商 Adore股份将从托管中释放 Adore Beauty表示 将于8月30宣布2021年财年业期 是从自院托管中释放 5,419万股 下面看到ASX200指数 收于7,630.6点 上涨0.56% 下面看到今天ASX200股票的表现 涨幅榜前三名分别为 DOW Donor上涨5.2% PMV上涨4.94% The Star SGR上涨4.78% DF网前三名 PRN Printing下跌3.21% Suncorp Sun下跌3.21% EML下跌2.6% 成交金额排行榜 CBA成交金额2.98亿澳元 CSL成交金额1.97亿澳元 BHP成交金额1.88亿澳元 再来看到仙股的今日表现 BRB Breaker近日上涨30.3% ADN Andromeda上涨15.63% DUR上涨12.79% DF网前三名 RNU下跌9.09% AGX下跌8.82% GRV下跌7.94% 成交金额排行榜 SYA成交金额3412.5万澳元 CXO成交金额1021.52万澳元 PRN成交金额844.63万澳元 PIL成交金额835.84万澳元 LTR成交金额788万澳元 ADN成交金额521.66万澳元 IOU成交金额520.77万澳元 IMU成交金额515.35万澳元 CHR成交金额509.76万澳元 现在我们看一下 体质股票的具体情况 Premium Investments Limited 是一家零售板块的公司 它的成交金额是520.84万澳元 Premium Investments Limited 拥有并经营一系列零售销售品 和批发业务 目前它全资拥有零售综合企业 Just Group 并持有电器消费品制造商 Brevial Group Limited 25.7%的股权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整体是有一个微微上涨的趋势 最近三日连续的上升 看到它的三年周线 在疫情之后 也是有个迅速的反弹 现在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价位 它的五年月线 整体是呈杀伤趋势 下面这一支是 Donner ID Limited DOW近日上涨5.2% 成交金额3728.32万澳元 该公司有六条服务线 分别为运输公共事业 铁路工程建设和维护采矿 今天该公司发布了它的年报 截止到2021年6月30日的12个月里 公司总收入减少 这是因为年内出售采矿和锡店业务 失去了收入贡献 但是扣除利息税收和收购 无形资产摊销前的盈利 和它的法定税后净利润 皆有所增长 该公司的总收入为122亿澳元 下降8% 法定EBITA为4.01亿澳元 增长3.71% 增长3.71亿澳元 下面一个是BRB Breaker Resources 它是一个材料板块的公司 今日上涨30.3% 成交金额117.53亿澳元 该公司是位于澳大利亚 珀斯的黄金勘探公司 它的一年日线整体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这是它的一个周线 也是成下降趋势 五年月线整体是下降趋势 今天没有发布公告 下面我们看到每日一股 Bovos Bovos属于食品日用品名售板块 它的总市值为561.96亿澳元 看到它的分红率为2.3% 股本回报率26.14% Bovos于1993年7月 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 它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零售商 拥有包括食品和杂货 酒类 消费电子产品 汽油和一般商品等一系列的商品 该公司在ASX目前排名第十 在行业中市值排名第一 看到它的表现 一年在完成了拆分之后 仍然目前上涨0.9% 它的三年表现上涨37.4% 它的五年价格上涨70% 实际一个稳步上涨的趋势 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来源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